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是誰? 你是... 是劉寶速遞的 王子明先生收件 好啊 怎麼又是劉寶速遞? 如果他不在你到來簽就好 是劉寶速遞的? 是呀 等我簽手 在這裡 謝謝 關門吧 又說買東西不要去樓寶買 欣賞是否賜貨 我剛才說是買衣買袋不要去樓寶 沒說我買書不行 這樣也行嗎 不要妨礙我看書 走吧 怎麼樣 這麼多位電腦專家 這個網站搞定了嗎 搞定了 真的一樣 死目 這次就萬目一失 老闆一定乖乖 這麼下課 其實我們上次辦官員 都騙了很多老闆 為何還要弄這個網站呢 上次辦官員你們也很成功 但你知不知道 香港的消息很靈通 尤其是一個電視節目叫警訊 經常說我們騙人的手法 所以我們內不內都要註問手法 明白嗎 但我們怎樣吸引老闆上這個網站 當然分工合作 好了 大家的對白都在這裡 到最後就輪到我們熊爺出場了 繼續討論吧熊爺 先說到這裡 小禮 打電話 好 電話號碼這麼怪 喂 先生你好 我們樓寶速遞公司打電話來的 你有份包裹寄去澳門 有28張假信用卡 現在被海關扣留了 公安局就要求你解釋 我沒寄過東西 不是呀我們這邊查到有 好呀 不如你給你的資料我們合對一下 好呀 我叫黃小寶 我的電話是 9991234 全名黃小寶 電話9991234 黃先生我們資料顯示 那個包裹是由你寄出的 那我轉播去公安局那邊 你去跟公安解釋一下好嗎 好呀 勞勞你 到位表演 黃小寶是嗎 我是馬邊途市公安局的部長 我現在懷疑你和一宗 假的信用卡案件有關 麻煩你再給你身份證號碼 和回鄉證號碼 我的身份證是 YY66699 Q是9 身份證號碼 YY66699 Q是9 回鄉證呢 我的回鄉證是 ABC777999 回鄉證號碼 ABC777999 根據你給我的資料 我現在就懷疑你和一宗 洗黑錢案有關 公安局現在在通緝你 喂 我真的沒做過 科長你真的要幫我查一下 我冤枉的 那你不用怕 我懷疑你這個個人身份 又被人導用了 我試一下幫你轉過去 我們當地的檢察官那裡 你跟他解釋一下好嗎 好啊 麻煩你 小禮 你找對白熊爺 熊爺 到你了 黃小布 我是馬變途市的檢察官 我是姓陳的 我是負責調查你那宗 洗黑錢的案件 經過我們調查之後 證據確鑿 你現在試一下登入那個網站 好啊 我們去看看 按照市 輸入了你個人的資料 你將會看到 我們內地發出通緝令 和凍結令 你將會拘捕你 凍結你 香港和內地所有的資產 為甚麼真的會有通緝令 檢察官我真的沒有做過 是冤枉的 黃小布 個個都說自己冤枉的了 你好老實實跟我交代清楚 你所有香港和內地的資產 包括所有銀行的帳戶和結餘 如果不是我們馬上找人抓你 你都不用自意可以出境 不能出入境 我過年還要去北京旅行 我真的沒有做過 我會合作的 我只是在獅子銀行那裡有十萬元存款 就是這麼多 我沒有花黑錢的 黃小布 我見你這麼合作 可能你真的的身份被人家盜用了 我們會再調查 但現在你一定要交出你所有的資產 作為一個保證金 我們現在不可以即時取消你的通緝令 好 我會合作 但我應該要怎樣做 將你香港銀行的錢 馬上轉到我們大陸 廠商銀行的專案戶口 你抄下它 好 那號碼是 999 12378 如果我們調查完 你是清白的 我們會還給你的 好 謝謝你 好 你最好今天 轉到那些錢去專案戶口 你知道 時間越拖得浪 越對你不利 好 糟了 無緣無故做了通緝犯 還要過錢回大陸 好 紅爺很晚 大家看到了 就是這麼容易下單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很容易騙我 那些人 轉一轉條條子又中招 不如再來 夠了 輪到你表演 咦 內地電話來的 喂 喂 先生你好 我們是樓寶速遞公司的 好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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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垂樓喪氣 阿叔 阿寶 阿寶 我不跟他趕著 我趕著銀行 你是不是大陸創傷銀行的戶口 阿叔 你一定要幫我 你幹嘛 我被大陸在通緝 正在通緝 現在要入選 入到他的專案戶口 才可以脫罪 你都被人在通緝 都被人通緝 我們警訊節目 最近就跟大家報道過 有關假務內地官員的電話騙案 而我們警方最近就發現 騙徒不單會假扮內地的官員 還會假扮速遞公司的職員 Forent 可否跟大家說一下 這類騙案最近的趨勢 是的 Kiv 但是今年頭六個月 我們警方已經錄得 200宗這類型的電話騙案舉報 所涉及的金額 更加大幅升至2600多萬港元 損失的情況令十分關注 同樣值得留意的是 以往騙案的受騙人 通常是50歲以上的市民 但是 這類假務內地官員的電話騙案當中 有近八成的受騙人 都是年齡介乎20至50歲的市民 他們的背景也相當廣泛 不單包括退休人士 家庭主婦和貿易商人 更加包括了一些專業人士 和管理人員 當中 單一騙案的損失已經可以高達過百萬 通話過程當中 騙徒就會將電話 轉播到聲稱自己是內地官員的同黨 令市主信義為真 當市主要求再次澄清時 騙徒就會將電話 立即轉播給另一名 俄稱是內地執法人員的同黨 繼而指控市主 涉及洗黑錢等犯罪活動 而正被調查或通緝當中 當市主信義為真 騙徒就會要求市主提供大量個人資料 例如銀行賬戶號碼或網上理償密碼 以作清白 在部分案件中 編徒為了增加整個騙局的可信性 會指示市主登入一些 象徵到非常高的虛假內地執法機關網站 很多時市主就在這類簡報網站上 找到再有自己個人資料的疑似 拘捕令或通緝令就順以為真 五多騙徒的陷阱 當大家收到這類的電話 記得要保持冷靜 以及要核實對方的身份 是的,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輕易將自己的個人資料 或者金錢交給身份不明的人士手上 執法機關也絕對不會要求大家 將任何金錢轉入不明的戶口 另外,速遞公司、電訊公司或者銀行 都不會要求大家提供銀行帳戶號碼 和網上理財密碼 他們更不會將電話轉駁到任何執法機關 當然,如果大家遇到同類型的情況 一有懷疑的都應該納克自電警方求助